点一盏灯 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咒就是护心 在心意上去持诵 重点在透过心上的修持 去转化凡夫的摊子 这种心意上的修持是内在的 并不是外在的仪式 这点非常重要 事实上在心上修持最重要 有多少人愿意医生都介入 请举手 我不需要看见你们每一个人 但是你必须对你自己做出程度 所以你们要好好地考虑清楚 其实也没有太多需要考虑的 你只需要做出决定 想的太多真的没有用 你只需要决定就好了 你只需要决定 你只需要决定 例如每个人都大国 那就这召售的 我只需要决定 这个决定 你只需要决定 你只需要决定 记得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全世界都是坏人 我也要做个好人 因为在社会上的精进 是不能没有勇气和坚持 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能够长寿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很大的勇处 但是从八岁起到现在 我一直被寺庙和佛法所照顾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去尘世 哪怕只有一点帮助 我希望能够尘世佛法 生且何事有 是来自他 最多的 priv 水就更能够尽 去尘世佛 达世佛 以生活把这些车达入 甚至少不相信 才能够尽懒 《尘世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想法和行为都不成是负面的 如果一切顺利 我立志要为佛法和一切众生服务 而要消除那个障碍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爱护神灵 因此不要再吃肉 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真正的快乐 不是外在乐意的东西 而是回到自心 安住在本剧的善功德当中 痛苦 也不是外在不愿意的东西 而是内心的烦恼不安 所以要获得快乐的人生 就要开启和培养内心的善种子 同时也要尽量减少所有的恶念 恶行 愿我能在这世间 所散播出的不伤害与和平的月音之中 香甜热碎 这是我的梦想 我说ality就要抱一个 каж grinder 拉 衞衞灭碎 坏 《isch nos》 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有的本性 就像是太阳受到乌云的遮挡一般 我们的悲心也许暂时未能彰显或完全地开展出来 但无论是任何暂时的障碍阻挡它 悲心仍然与我们同在 依旧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 自己有了孩子 就要发心把这个孩子教育成能够利益众生 对世界没有伤害 这样的话养孩子也是修行 慈悲心是珍宝 但如果我们把它秘密珍藏起来 那么这就毫无用处 我们必须透过身和缘 将慈悲心实际用来利益他人 在 Stuart, 乌云和梦 从小区行进行 切肴也感到像是不凡的 1. 只顾今生享乐和利益 这是凡夫 2. 希望来生投身散倒 这是向事 3. 希望自己解脱轮回苦 得到极尽涅槃的快乐 这是中式福 能生起异他的愿行菩提心 并依此行持 才是上式福 我们要有利益他人的一种信念 甚至就是一点小小的发愿 我们都要把握住 要祝福他人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的能力 没办法为整个世界 做到多大的事情 但至少我们要发一个愿行 发誓不伤害这个世界 这样就可以 修行 也就是你慢慢 慢慢不断地去练习 跟习惯的一个过程 它并不是一种 好像我马上修 我就马上得到一种什么证悟 如果我们的能力 我们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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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具备天生的舍恶向善能力 但都只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口腹止欲 杀害许多鱼和鸡的 都是伤害众生的行为 如果不去思维自己的身与意 是不是伤害众生 只想自利 完全不能利他 只会口头说说利益众生 是没什么意义的 有的人 人会发觉 怎么我一坐下来 说要观修菩提心 偏偏脑中出现的 都是一些跟菩提心相反的事 这就表示 你在生活当中 太少思维佛法了 你并没有去习惯 去思维 去观修慈悲心 太少思维佛法了 当我们修行时 需要一种长远性 不能只看眼前利益 经典说 我们要花三大阿僧奇节 来积聚福德之粮 为了圆满佛果 要这样子来努力 所以具备长远性及精进性对修行人而言是很重要的 若不具备的话 我们的修持也不会好的 如果出自于好奇心 新鲜感来学佛的话 那学佛是不会延续很久的 重点 接着 千石 但是 那意思是 是 cial脑 然后 魂思修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智慧 如何让魂思修的智慧成为真正的智慧呢 透过听闻佛法认识烦恼 透过思维佛法而降伏烦恼 透过实际修持而根除烦恼 透过思维佛法之 graduat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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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土宗第十一组 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戚之意 听闻独颂者五不落泪 修净土法门的行者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卓而时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 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醒安大师 劝发菩提新闻 课受讲者 新普法师 上课时间 周六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半 上课日期 七月八日 七月十五日 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二十九日 八月十二日 八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三十日 共十堂课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三段九十九项十农二号一楼 报名电话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三国草问之期 河南一户诸姓品和人家 诞生了一名婴儿 取名为朱世行 十几岁即在洛阳白马寺出家 这个时期 佛教英去逐了佛法僧 而有了更广泛的传播 但当时出家人只是替罚染医 已是与俗人有别 并没有受戒之说 西元250年 天族僧人坦和迦勒 从印度买到洛阳 带来了佛教的戒律 在白马寺设立戒坛 白马寺举行了 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传戒法会 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 即平社稷 但唯有朱世行 登台受戒之事被记载下来 因此 朱世行是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汉族僧人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